近日有美國代理人傳媒報導 引述華裔生物學家耶魯大學教授林凱凡的代表律師 亞伯拉罕瑞欣說 美國司法部上星期已經終止針對林凱凡的調查 或者觀眾都不太清楚 到底林凱凡是什麼人? 他為什麼會遭到美國司法部的針對呢? 林凱凡其實是非常出名的幹細胞生物學家 他在2018年當選了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另外林凱凡也在上海科技大學、清華大學等兼任教職 並且在2021年當選了中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 雖然林凱凡為什麼被調查的原因呢? 美國官方至今其實都是沒有確實的答案的 但是有美國代理人媒體就引述了 熟悉上述案件的法律專家說 他就說林凱凡的案件是具有中國行動計劃的特徵的 包括調查對象是華裔的學者 還有他們和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之間的聯繫等等 所謂中國行動計劃其實是早於2018年11月 即是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內 由美國司法部啟動 聲稱勇於應對外國的安全和技術威脅 矛頭直指中國防止美國科技被中國盜竊的所謂計劃 有關的計劃其實一直都被詬病披著國家安全的外衣 但是在執行時就帶著種族主義的有色眼鏡 令到身處美國的華裔科學家陷入無止境的恐懼和不安 其實早於去年的9月 一間美國頂級大學之一的史丹福大學 有177名學者發表聯署的公開信 他們要求美國司法部終止執行中國行動計劃 一眾學者信中就批評 計劃導致針對學術界研究人員的調查和起訴顯著增加 但是大多數案件跟知識產權盜竊 又或者科學經濟間諜活動是無關的 信中還強調這些調查是不成比例地針對華裔研究人員 亦都造成了寒蟬效應 令到很多學者不願意去美國或者不願意留在美國 另外去年的12月 耶魯大學有百多名學者聯署發表公開信 譴責和要求終止中國行動計劃 聯署人在信中指出 中國行動計劃極具侵略性和歧視性 亦都不成比例地針對華人學者 而所謂的清除美國大學校園間諜的說法 其實就是對科學探究和學術自由的威脅 其實上述的學者聯署批評的內容 絕對不是無的放置 因為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的調查統計 其實截至去年的12月 中國行動計劃還涉及了77個案例 一共有148個人受到指控 其中接近九成是華裔 但是絕大多數案件的指控都被駁回 或者基本上是無生效果的 而例子方面 除了我們剛剛提過的林凱帆之外 其他較著名的例子 還包括今年1月20號 美國司法部聯邦檢察官 撤銷了針對麻省理工學院 即是另一間美國非常非常出名的大學 裡面的機械工程學知名學者 華裔教授陳剛的指控 另外去年的9月9日 中國行動計劃首案 也就是因為所謂的間諜案 而被審查的田納西大學 諾克斯維爾婚校華人教授胡安明 他也在美國法庭上獲得勝利 法院判定了胡安明是無罪 所有司法部的指控全部都不成立 其實說到底 美國本身自己就是一個移民國家 本來對於各國的移民 理應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但是偏偏今天 美國的一些政府的主政官員 大玩種族歧視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杯 立迪諾君後 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 其實也早前公佈了調查結果 顯示全美國對反亞裔的仇恨犯罪數量 由2021年相較2020年增加了339% 情況有多慘烈呢 單看這個數據已經可以看到了 事實再一次證明一下 美國國內的系統性歧視責任 除了在民間之外 美國政府其實也是責無旁貸的 說到底大家可能都會問 其實美國政府有什麼資格去歧視其他族裔的人 沒錯 其實熟悉美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 美國這片土地最初的主人 其實是印第安人 美國在歷史上通過屠殺、推趕、強制同化等等的手段 系統性地剝奪了印第安人的生存權和政治 經濟文化等的基本權利 試圖從這個肉體和文化上消滅這個群體 早已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 印第安人由這個十五世紀末的五百多萬 縮減到二十世紀初的二十三點七萬 很多的部落已經完全滅絕了 這段就是美國真正的歷史了 也都印證了美國本身根本就是一個移民的國家 但是竟然推出這些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等等 充滿歧視成份的計劃 到底這個國家有多麼不堪呢 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 現任的美國總統拜登的政府 今年二月就宣佈結束中國行動計劃 但其實就沒有終止到這個計劃之後 之前所展開的案件 到底之後還有多少像林海凡一樣的無辜學者 可以最終獲得平板呢 大家就真的要拭目以待了